中正區新營里內的京華街 兩旁畫設了綠色標線人行道 原本是為了保護行人行走安全 但因為路面不夠平整 加上經常有車輛圍停 因此里長莊博成上任以後 便希望爭取改成實體人行道 讓行人行走更加安全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綠色人行道 其實都有一點 除了年代久遠之外 也可以看到其實它的平整度是很差的 尤其是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是中間是有個落差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在行人行走的時候可以更好走 另外大家知道說 其實在這個綠色人行道 有時候車輛它不會停在黃線上 它甚至會整個壓上來 那變成說就像之前有人講 我們走這個綠色人行道 好像在走這個行人障礙賽一樣 現在目前蔣世福 也在想要推這個實體人行道的計劃 所以剛好我們也就是打鐵趁熱嘛 希望透過這個期間呢 爭取金華街上面的綠色標線 把它改成實體人行道 那讓社區居民在走的時候 它可以感受到差異性 那慢慢慢慢我們會把 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就讓它改變成實體人行道 讓大家走的安心更安全 除了請議員這邊幫我們繼續追蹤啦 我自己也會三不五時去確認他們的招標狀況 因為有時候卡在的是 我們也希望說招標順利出去之外 施工單位品質也要好 那怎麼樣在不老民的情況下 競速完成這個工程 因為實體人行道的知識體大啦 包含了排水啊 包含路面的品質 我們都希望說不要再像過去一樣就是 我們自己當過行人都很有感嘛 台北市的路有時候就是高高低低 甚至那個傾斜的狀況 都會造成我們走路不是那麼的舒服 另外在愛國東路116項中正國中圍牆 目前正利用暑假進行整修 原先有李明提議改成通學項 但考量通行需求 加上孔造成周邊道路雍色 因此畫設綠色人行道 保障行人安全 譬如說像我們中正國中 前面那個116項 我們就沿著學校的圍牆 因為第一個考量是這個國宅 西隆國宅 他已經在好幾年前就被列管海沙屋 其實我們在走的時候會發現 天花板都會有一些水泥磚塊掉落 其實學生在上大學很危險 那第二個呢 中正國中的學生這樣走啊 他如果小朋友嘛 他們都有時候都會走到馬路上 所以我們後來就考量說 沿著這個圍牆蓋了一個人行道 第一個小朋友走比較安全 那第二個呢 也不會影響到 這個居民通行的需求 不然早些年 其實他們一直希望 把這個改成通學項 就是上學時間車子就不能進入嘛 可是大家知道這樣可能會造成 周邊的道路有一些雍色的狀況 對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呢 應該達到一舉數得啦 也讓很多違規停車的地方 就是沒有辦法再違規停車 那巷弄變小 車速也可以變慢 那這個學生家長 也都可以行走得比較安心 里長上任後 除了積極開辦各種社區課程 也用心改善里內環境 提升居住品質 只要發覺哪些地方不夠安全 就會極力爭取 一步步進行改善 堅持做對的事情 也讓他生活黎明的肯定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厲害厲害